大家好,欢迎收看树里农场的频道,我是林建龙老师 今天我们来讨论2018年SPM AdMets Paper 2 这份考卷有同学考完试后就拿那本课本拿去扫 因为很太难了,我们来看看题目到底有多难 所以这一边呢,我们只要把这个n放10进去,算出来等于负345 the first term and the common difference first term的话,我们只需要把n带1进去 我们算到这个负48呢,就是我们的first term A 那再来我们带2进去,为什么呢? 我们带2了进去之后,我们算到负93 负93呢,我们减掉A呢,我们就是the second term ok,s2-se,就会是等于t2 ok,t2算出来是负45,然后我们在找difference的时候 我们用t2-a,first term,减出来得到3,就是它们的common difference the value of q,given that the qth term is the first positive term of the progression 那我们要找一下tn的方程式呢,等于a加n减1乘d 那这个a我们带负48,那个d我们带3 然后在这边呢,n我们带q来说呢,要大于0的话 ok,要大于0的话,整理出来你就会看到q要大过17 也就是q等于18呢,就是你的答案了 It is given that f,fx equals to 2x minus 3 and gx equals to 1 minus 3x find g5,ok,g5的话我们只需要带这个5进去 算到-14就是答案了 the value of m,if f,m plus 2 equals to 1 over 7,g5 那g5我们算过了,负14可以带进去 然后f,m加2嘛,然后我们这个m加2也带进去 这个2x-3这一边,然后再经过整理 你就会得到m equals to negative 3 over 2 gfx这个是composite function 然后fx equals to 2x minus 3放进去 然后再放进去这个gx里面 所以就等于1-3乘上这个2x-3 然后你可以乘这个-3进去 然后再整理出来你就会得到 10-6x hence sketch the graph of y equals to gfx for negative 1 to 3,ok x equals from negative 1 to 3 state the range of y 那这个plot出来呢,你可以-1带进去 然后0带进去,1带进去,2带进去,3带进去 然后负的部分会要flip上去 然后flip上去,so那个 range应该是0到16的 solution by scale drawing is not accepted diagram1 shows the triangle OAB given that the area of triangle OAB is 30 units square find the value of k ok,这个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三个点找 area的方法 那建议呢,第一个点我们用00 ok,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数目就会很多不见掉了 因为0成任何东西都是0 那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呢,整理出来 k是等于6 point q24 lies on the straight line AB find aq b qb ok aq bqb呢,你可以用这个距离公式来计算 可以计理,两个都用距离公式,最后呢,你可以看到 你越减到最后,你会得到根号80比根号20 那根号80呢,你可以把它当做是4乘20 所以这个4可以开根号变成2 ok,所以两边都有根号20可以越减掉 所以啊,最后呢,你会得到2比1 point p moves such that pb equals to 2 times pq 那这一个的话,它很明显的是一个locus来的 ok,首先你先假设p是xy 然后呢,pb也是用距离公式 然后再等于2倍的pq 那两边加平方呢,你就会把那个根号给去掉 然后这个2就会变4啦,这个要注意的 然后4再沉进去,然后再全部摆一边 这一个有x有y的方程式呢,就是你的答案了 Diagram 2 shows the plan of a rectangular garden pqrs 应该是长方形 ok,这个图有点yy the garden consists of a semicircular pond PTS and grassy area PQRST ok, it is given that SR equals to 6Y meter and QR equals to 7X meter X is not equal to Y the area of the rectangular garden PQRS is 168 meter square and the parameter of the grassy area is 16 meter the pond with uniform depth contains 15.4 meter cube of water by using pi equals to 22 over 7 find the depth in meter of water in the pond ok,这一题呢,首先第一个资料是在这个pqrs的面积为168 所以我们从这里下手6Y乘上这个7X 会等于168 就是42XY等于168 XY就会等于4 那我们可以用X等于4除以Y ok,这一个方程 因为我们要带进去第二个公司 第二个公司告诉我们呢 这个grassy area的面积的周长 parameter是60 那它的周长怎样算呢 我们有PQ是6Y SR也是6Y QR是7X 然后呢,PTS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Pi PiR来算了 这个R是7X除以2 ok,2PiR除以2 所以得到PiR so,这个全部加起来等于60 ok,所以越减一下 你就会得到这个2Y加3X等于10 那再把这个X等于4除以Y呢 放进去这一边 再整理一下 你就会找到Y是等于3 或者等于2 然后再带回进去我们的这个X等于4除以Y呢 你就会得到X等于4 3分之4 或者X等于2 那这两个两组答案呢 就是说Y等于2的时候X等于2 这个呢是不符合的 因为它告诉我们X不等于Y 所以答案只有一个3分之4 X等于3分之4Y等于3 我们就用这个X等于3分之4 Y等于3呢 带进去我们的这个体积公式 ok,这个体积公式就是2分之1PiR平方乘高 那个高我们放H ok,2分之1PiR平方乘高 会等于这个15.4 ok,整理出来你就会找到你的高度是0.45 第五天,Mathematic Society of SMKMUHIBA organized a competition to design a logo for the society ok,Diagram3 shows a circular logo designed by AMA The three blue color regions are congruence It is given that the parameter of the blue color region is 20Pi using pi equals to 3.142 find the radius in CM of the logo to the nearest integer 那这个团呢 如果你看清楚的话呢 你往外翻的时候呢 它就会跟外面的这个圆是重叠的 ok,所以要注意看啊 所以你往外翻呢 它就会得到那个外面的这个圆 所以这个外面的圆呢 你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三个蓝色的这个弧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圆的半径 的圆形 那半径就是从那里拉到去旁边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个圆来的 然后你把这三个弧给往外翻的时候 它就是一整个圆 那我们拿2PiR等于20Pi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R是等于10Cm B小题 The area in centimeter square of the yellow color region 那这一题呢 我觉得是对XBL的学生来说 是有点太难了一点啦 ok,但是对读中生来说 应该是还可以handle的 那黄色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它分成六个等分 然后也就是我图灰色的部分 那灰色的部分怎样找呢 因为它的斜边是10 然后对边就会是5 因为它的这个角度应该是30度 因为它是等边三角形 然后对角线把它分成两半的 ok,然后那个0边就会是5跟3 你可以用这个cos还是什么找出来 然后呢 ok,你就可以用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再减掉那个弓形 那弓形怎样算呢 弓形我们其实用陕形减三角形的 是有一个方程式的 ok,这个陕形又是怎样呢 它陕形如果你拉过去的话 因为它是半径为10嘛 然后因为这个这个旋长也是10嘛 所以它是10X4 应该是60度的一个陕形来的 ok,那陕形就是360分之60乘上πR平方 ok,π是用3.142 r是用10 ok,然后再加回这个三角形 因为我们减掉整个陕形 然后我们就要再加回这个10XX的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怎样算呢 我们是用1分之1 sine 60度乘10的平方 ok,所以这一题啊 你只要设出这个方程式来呢 就容易做很多了 ok,然后算出来呢 答案应该是75.51 Diagram4 Diagram4 shows the front view of a part of a roller coaster track in a miniature park the curved part of the track of the roller coaster is represented by an equation y equals to 1 over 64 x cubed minus 3 over 16 x squared with point p as the origin ok,point p是那个最高点左上角的 ok,find the shortest vertical distance in meter from the track to the ground 所以也就是那个最低点啊 ok,最低点我们红线那一边 那首先我们这种题目呢 我们就要找最低点 那最低点的话 我们最容易的方法应该是用differentiation等于0 ok,我们为分的话 ok,就会等于3除以64x squared -3除以8x等于0 ok,然后我是乘了64除以3 把整个方程式变成x squared-8x等于0 也就是说呢 x等于0或者等于8 等于0的部分 其实就是p点这个最高点来的 ok,等于8的部分就是这个最低点 所以再来的是我们把这个8放回进去 这个y的这个方程式 ok,1 over 64乘上这个8的q-3除以16x8 squared 然后算出来你会得到负4 负4就是从这个p点往下算到负4的部分 ok,往下4meter 所以呢,最低点这个ground from the ground是因为5个meter高 所以5-4就会等于1个meter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Proof sin3x plus pi over 6 minus sin3x minus pi over 6 equals to cos3x 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方程式来展开 sin3x plus pi over 6 我们可以用sin3x plus pi over 6 加cos3x plus pi over 6 OK,sin cos cos ok,减的话呢 中间的符号就要变减 但是因为它这个减的符号沉进去 你就会变成加 ok,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加一个减 可以约掉我们是剩下有两项的 cos3x sin pi除以6 sin pi除以6 其实是等于30度 ok,sin30度就是1 2分之1 然后我们的2跟1 2分之1 约掉我们就会得到cos3x 就会等于你的优势了 Hence,solve the equation sin3x plus pi over 6 minus sin3x minus pi over 6 equals to half for 0 to 2pi ok,x is the value of within 0 to 2pi and give your answer in the simplest fraction form in terms of pi radian ok,那我们把这一项等于1 2分之1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cos3x 那cos3x的意思呢 呃,意思是说cos要等于为正值的话 我们是第一项线和第四项线 然后因为它是3x的关系 呃,原本0到2pi呢 我们的3x就要绕三圈 ok,绕三圈的意思是说 第一项线呢,呃,是pi除以3 然后第四项线是5pi除以3 那你再用pi除以3加2pi 就会得到7pi除以3 5pi除以3加2pi 就会得到11pi除以3 然后呢,再加多2pi ok,啊,再加多2pi 你就会得到13pi除以3 还有17pi除以3 那这个3拉过去除全部的除以3 除以3就会变成除以9 那这一组6个答案呢 就是你的最后的答案 Sketch the graph of y equals to sin3x plus pi over 6 minus sin3x minus pi over 6 minus half for 0 to pi x from 0 to pi ok,呃,原本我们上一题是呃,做0到2pi嘛 那现在呢,它只要0到pi 呃,你只需要plot这个cos 3x 减2分之1就可以了 cos 3x呢,你可以呃,换到2pi了 呃,一个循环了之后 因为它乘3x就会变成有三个循环 那在,因为它是0到pi 你就开一半 然后往下挪2分之1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 然后呢,呃,只会plot到上面的答案 只有三个,你会拿到在,在graph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xintercept ok,呃,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Diagram 5 shows a triangle OAQ and OPB where point P lies on OA and point Q lies on OB the straight line AQ and PB intersect at a point R it is given that OA equals to 18x OB equals to 16y OPBPA等于 1比2 OQ比QB等于 3比1 ok,PR等于 MPB and QR equals to NQA where M and N are constants Express OR in terms of M, X and Y 那MX跟Y呢,我们就用OR是等于OP加PR 那PR呢,我们可以换成MPB 然后OP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十三分之一OA OK,OA是18x,三分之一就会得到6x 然后PB呢,我们可以用PO PO是-6x 然后再加回这个16y呢 16y就是OB啦 OK,放在里面 呃,沉进去,x都放在一起,y都放在一起 你就会得到6-6mx 加上16my Express OR in terms of N, X and Y 那N的话呢,我们就要用OR等于OQ加QR 那OQ呢,是等于四分之三OB 然后QR是等于NQA啦 OK OB的话是 嗯,在这里是 16y OK 16y除以4就会得到4y 呃,4y乘3就会得到12y OK 那QA的话呢,我们用这个QO 也就是-12y 再加回这个OA是16x 那沉进去,然后X都放在一起,Y都放在一起 你就会得到16nx 加上12-12ny Hence find the value of M and of N 这个是很典型,呃,这个HPM的提醒 OK,先叫你用Express 用两个方法去Express它 然后因为它们是相等的 OK,然后你就Compare它的Coefficient OK 6-6m是等于16 所以整理一下你就会得到3 是等于3m加8n OK 然后再来的是12m是等于12-12n 你就会整理得到4m加3n等于3 然后呢,呃,因为我们要得到同样的这个系数 我们决定把m去掉 所以第一次我们乘4 就会得到12m加24n等于12 第二次我们乘3 就会得到12m加9n等于9 第三次跟第四次相减 就会得到15m是等于3n 就会是等于5分之1 再带进去,呃,第四你就会得到m是等于15分之17 given x equals to 2unit y equals to 1unit and OA is perpendicular to OB Calculate PR 那这个算长度的话呢 我们先 因为我们pr呢 是等于mpb OK,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 这个mpb来带 那m是等于15分之7 刚才算出来的 然后pb是等于6x加上16y 那这个15分之7乘进去 你就会得到 啊,5分之14 还有15分之112 很丑的数目了 啊,然后因为它的x的unit是2 长度是2的关系 我们再乘2进去 就会得到28除以5 然后因为perpendicular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b式定理来做 算出来按计算机了 就会得到9.33 A study shows that the credit card balance of the customers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as shown in diagram6 fi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那这个呢,你就要很熟悉 这个15.87%呢 其实是呃,代表了3770这个数目呢 它是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也就是说3770除以这个 减去这个2870除以这个sigma 是要等于1的 所以换句话这个sigma呢 就会是等于900 if 30 customers are chosen at random find the numbers of customers who have a credit card balance between 1800 and 3000 首先我们先要找这个 probability of 1800到3000 这个range 那我们要把它换成z了 所以1800要减去2870除以900 然后3000也是减2870除以900 你就会得到是 1.189到0.144 那我们要flip过来找一下 应该是1减去p大于等于1.189 再减去z大于等于0.144 算出来是等于0.4401 那你就要乘这个30啦 就会得到13点多 那大概应该是13 it is found that 25% of the customers have a credit card balance less than rmy find the value of y 那因为它小于y 会是25% 而小过这个数目等于25% 也就是说0.25 这0.25应该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画那个图呢 你应该可以看到 看得出这个z的value 应该是一个负值来的 ok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大于等于的话 我们就把它flip过来变正值 所以y 原本是y-2870 我们变成2870-y ok 所以 你最后呢 可以算出来呢 y是等于2263.4 0.25 记得要去对表啦 你可以找到0.674 y 就会是等于2263.4 diagram7 diagram7 shows the straight line 4y等于x-2 touches the curve x等于y平方加6 at point a find the coordinate of a 那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方程式 ok 我们变成连立方程组来解一下 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ok 首先 4y等于x-2 我们这个-2拉过去对面的 就会得到x等于4y加2 然后另外一个方程式是x等于y平方加6 ok 然后因为这两个方程式都是x 所以他们是相等的y平方加6 就会等于4y加2 全部摆一边你就会得到y平方-4y加4等于0 换句话呢它是完全平方 所以是y-2的完全平方等于0 y就会是等于2 y等于2 带回进去第一的那个方程式 你就会找到x等于10 所以换句话呢 A点呢 其实就是10 10 2 ok find the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要用这个积分的方法 首先你要看到的是 这一个直线呢 cut这个x轴呢 是于2 ok 你代y等于0的话 你就会得到x等于2 再来的话 这个弧形呢 会cutx轴于6 ok y等于0 你要x等于6 所以 再来就是我们的A点 刚才算出来是12 所以这个A点其实是在10 所以我们的积分呢 是要找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2 积分到10 我们是用直线方程式 然后6 积分到10 我们用这个弧形的方程式 然后相减 ok 算出来就是3分之8 这个是蛮复杂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蛮复杂的 parabola 去到这个x等于8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积分6到8 就够了 ok 然后是用πr平方 它的r就是y平方嘛 所以y平方就是等于x-6 所以我们积分x-6就可以了 所以算出来 你就会得到2π И 用적格 法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DETACH Graph PAPER Tag2 T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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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 a table for the values of x1 over x and x2 over x 那这一个就是你们的标 Plot y2 over x against 1 over x using a scale of 2cm to 0.1 unit on the 1 over x axis and 2cm to 2 units on the y2 over x axis hands draw the line of best fit 那你就根据它的那个要求 ok 画出来打横 horizontal的那个轴 是这个1 over x y2 over x 是你的这个 y 轴 using the graph in 11b find the value of y when x equals to 2.7 那你可以看到 x over 2.7 那1 over x 就会是等于0.370 那你在那个 graph上面找你的 y 的值会是多少 应该是5.25左右啦 然后呢你要记得呢这个值要乘2.7 然后再开根号 ok 就会得到大概是3.76左右 Express y in terms of x ok x 那你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斜率了 你先找斜率大概应该是25左右 然后它的这个 y intercept 应该会去到负4啦 ok 那你就会得到 y2 over x 是等于25 over x 减4 那每一项乘x 然后你再把这个平方拉过去 就会得到开根号 25减4 x 就是你的答案 2 particles P and Q move along a straight line such that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articles from a fixed point O is S meter Particle P starts moving from A with SP equals to 10 plus 8T minus 8T square and at the same time particle Q starts moving from B with S cube equals to 6T square minus 9T minus 12 where T is the time in seconds after the two particles have start moving ok find the distance in meter between A and B 那A点呢其实就是P P的那个方程式呢 你代T等于0 你就会得到10 B点的话呢 你也是用S cube呢 方程式代T等于0 你就会得到-12 那之间的距离呢 就用10-12 你就会得到22 所以这题是很简单的 Find the time in seconds when particles meet each other so 两个mate each other 就是从他们的displacement 是一样的时候 所以你用SP等于S cube 然后再整理一下 你就会得到T等于2 或者T等于-11 除以14 那T呢是时间嘛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负值的出现 所以答案T等于2 就是你的答案 Calculate the total distance in meter traveled by particles P when both particles meet each other 那这题有点小陷阱 首先我们先要看呢 它起点它是在10的位置 它会在T等于2之前呢 会不会倒退走的情形 OK 所以我们先用微分的方式 OK Differentiate它找等于0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的最高点到底是在哪里 那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找到它最高点 其实在T等于1分之1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找T等于1分之1的时候 P 这个displacement会去到哪里 我们带进去 我们算到是12 OK 我们再带T等于2进去的话 我们又算到是-6 也就是说它从10去到了12 再从12去到-6 OK 所以它的total distance应该是12-10 再加上12-6 你算到出来应该是20 OK 所以这个是很多学生中的陷阱 Table 2 show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four ingredients P,Q,R,S Use in the production of a type of noodles OK The production cost for these noodles is RM47,600 In the year 2017 Find if the price of ingredient Q in the year 2013 is RM4.20 Find its price in the year 2017 那2017呢 Q的那个increase by 20% 所以我们只要用这个4.2乘1.2 得到5.4 cent OK 5.04 这就是你的答案 Percentage of usage for several ingredients were given in table 2 calculate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cost in the year 2013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表现 呃 换一换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R呢 的这个weightage那边应该是30% 呃 我们可以把所有呢 换 呃 把一个0给割掉 所以weightage 呃 变成了1135 啊 total的weightage是10 OK so 140乘1 120再乘1 160乘3 呃 90乘5 呃 全部的把这个iw呢 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10 你就会得到119啦 so 他的这个total index呢 呃 合起来的index是119 so 47600是他的那个production cost in 2017 over production cost in 2013 呃 times 100 equals to 119 so你就可以算出来这个production of production cost in 2013 应该是40千 OK 40,000 the production cos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50% from the year 2017 to the year 2019 calculate the percentage of changes in production cost from the year 2013 to the year 2019 so这个呃 我们先算他的index啊 我们可以用119乘150除以100 就会得到178.5 那他的change of percentage呢应该就是78.5% solution by scale drawing is not accepted diagram 8 shows a transparent prism with a rectangular base ABCD the inclined surface ABFE is a square with a sides 12cm and the inclined surface CDEF is a rectangle AED is a uniform cross section of the prism BDE is the blue color plane in the prism it is given that angle of ADE equals to 37 degree and angle of EAD equals to 45 degree find the length in CM of DE 那你可以把这个ADE的三角形给画出来 分别的画出来 AE是12cm EAD是45度 然后EDA是37度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要用sine rule 12除以sine 37度 等于DE除以sine 45度 你就会找到DE等于14.10cm 那我建议呢连AD也找出来 因为啊之后呢我们会再会用到 OKAD除以sine 98度 也会等于前面的这个东西 所以AD就会达到19.75cm Find the area in cm2 of the blue color plane 那blue color plane就是BED的这个三角形 然后DE刚才我们找到了是14.10 然后我们要找BE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B式定理 12平方加12平方的根号就是16.97 BED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B式定理啊 12平方加19.75平方的开根号 就会得到23.10 那首先我们先找这个BED的角度 我们用这个Cosine rule OKCosine BED equals等于16.97平方 加14.10平方 减23.10平方 除以这个2 再除以这个16.97 再除这个14.10 算出来呢再按Cos 你就可以找到BED是等于95.61度 那找Area的话我们就是这个 2分之1AB3C这个公式 我就带2分之1乘16.97 再乘14.10 再乘395.61度 就可以找到119.06cm2 the shortest length in cm from point E to the straight line BD 那因为我们找到这个Area 是这个119.06cm2 那同时它也会可以用这个2分之1底层高 那这个底就会是23.10 这个高就是我们要找的 所以用这个方式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H 是等于10.3cm 用这个GraphPaper provid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detach the graphPaper and tie it together with your answer booklet a department store sells two types of perfume P and Q the selling price of perfume P $400 per bottle and perfume Q $100 per bottle a promoter Z sells x bottles of perfume P and ybottles of perfume Q she will be given a 5% commission of her total sales if she is abl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target the total number of bottles of perfume sold is at least 50 the minimum total sales is 8000 right two inequalities other than x bigger than 0 and y bigger than 0 which satisfy of all the above constraints 就是x加y要大于等于50嘛 因为at least 50 然后400x加100y要大于8000 那你可以除100你就会得到4x加y要大于80 所以这个就是两个inequalities Use a scale of 2cm to 10 borders on both axis construct and shade the region root r which satisfy all the above constraints 那这边我用了这个 software来画啦 然后 Use the graph constructed in 15b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Find the minimum orders of bottles of perfume P and perfume Q to be sold If the number of bottles of perfume Q is sold is twice the number of bottles of perfume P 那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 x加y y是等于2x嘛 那x加y又要等于50嘛 所以我们加起来就是3 3x会等于50 那x就会是等于16.67左右 所以我们用17 ok x等于17的话 y就是等于它的两倍就是34 ok这个就是它的minimum number Determine the minimum amount of commission received by ZE if she is able to sell 35 bottles of perfume P 那x等于35的话 y最少应该是要等于15啊 因为x加y等于50的话 y应该就是15 那你就把这个35乘400 呃再乘5% 应该就是乘 呃只是乘20而已 然后这100乘了5% 应该是5块而已 5乘15 ok 啊加起来就等于775啦 好这个就是我们2018年SPM AdMets Paper 2的答案 呃题目会比较难了一点 哦比起以往以往来说呢 啊尤其是这个Mathematic Society的这个logo 啊有些东西没有讲 不够清楚 OK可能需要猜一下 呃所以我觉得题目出到不是很好啦 呃除此以外其他的来讲呢 呃不算太难 还是可以做的 那不需要上书 OK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OK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subscribe我的频道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share我的video post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